你们看这个图 这样零过关率过了就是啥 评论局有说红温的 哎有说逆天的 关键这里有个人说他过了 哎原本我以为他是真厉害啊 结果点开评论一看 游玩人数千万 但过关率是0.6% 那这么说来 也就是已经有3040多个人成省了 这作者年纪不大 口气倒是不小哈 那不行 我也要成省 嘿嘿 进来之后就是一段 常规到不能再常规的旋机图 或许所有旋机图的开场 都是这个样子了吧 但我发现我的蛋仔表情 好像不太对 我打开背包看了一遍 这表情也没问题啊 奇怪 有问题 之后就是一段稍有难度 但拿不到我的关卡 如果你也想挑战一下这个地图 直接在乐园里搜索13144444 就能找到通关机图啦 不过大概过了5分钟左右 关卡的难度已经上升了一个层级 这关的难度真的能已经圈退很多玩家了 但真正困难的不是这个 而是 你好 千万别小瞧我面前的小瞧 他会自己转动 而且两个球之间的间距很大 第二个球到第三个球不能扑 必须要滚动才能过去 如果在跳过去的时候 正好你运气不好赶上小球转动 那基本上就是脱脱的失败 不许你活光在这关就卡了有十来分钟 一度跑到崩溃 才跑出了成绩最好的一刺 唉就差那么一点点 不过他给予了我极大的信心 在右侧上了快5分钟之后 最后我进入了传送门 我当时想着 最难的关卡我都已经过来了 后面肯定是 青州一过万重山 结果没想到是 青州一撞大冰山 我给你们讲了 这关真的不是人啊 他不是人啊 他的销毁很密集的 必须要你螺旋走位 可以过去的 而且地面还是冰面 难度上涨了不是一星半点的了 我从大概三十多分钟 一路失败 直到失败到了十分钟的时候 最后我终于 五分钟万的 放下了抵抗 虽然我没过关 但其实我是不想过 我觉得神没什么意思 当个人就挺好的